Hello大家好 这个视频的主题呢 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过的那些面霜 我的护肤理念呢 一般来讲我是喜欢 把钱花在精华和面霜上面 所以面霜的话 我相对价格会高一丢丢 今天要分享的 差不多是六款面霜 六款面霜里面有 大概一半是千元级的面霜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肤质 我的肤质的话呢 是干性皮肤 冬天呢 基本上优区这边就是 比较干 干到快啊 我觉得是很容易爆皮 就是整个就是干绷的那种 然后这个地方 鼻子鼻尖会出一点点油 其他地方都是干皮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呢 我觉得这个视频 可能对你来讲 是有一定参考性的 然后我的地理位置是在上海 相对来讲 算是一个风很大 然后又有一定湿度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吧 首先呢是这一款 这一款是那个 韩国的那个Belief 他们家的那个面霜 叫做水分炸弹吧 这款面霜这两年 应该算前两年比较火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 我基本上用完了 里面还有一点点是这种 是这个凝霜的一个质地 然后你把它抹开呢 相对来讲还算好抹开了 它味道是那种薄荷味 我觉得这款面霜 保湿性能来讲是还可以 而且它从价格上来讲的话呢 也不贵 就那么三四百块钱吧 就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除了保湿的功效 其他功效也没有 而且我每次用到这种质地 就是有一点点半 叫什么凝胶质地的那一种 我总觉得它很容易 跟后面的东西 就是会有一定的搓泥的成分的隐患在吧 所以我对于这个东西呢 我是不太喜欢的 我一般都是在早上用 晚上的话我觉得 还是要用修复性强一点的面霜吧 这种保湿 单纯保湿性的话 我可能就放在早上用了 是Fresh他们家 算是明星产品了 是那个莲花面霜 这一罐我已经用完了 这其实是我 这罐是我在专柜买的 这一罐呢 大家可以看我已经用完了 这一罐呢 我觉得我不喜欢 它保湿力度呢 还可以 然后也是那种就是面霜的那种霜状的那种质地 比较好推开 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讲 还是有一些些的 不是那么的好吸收 就是它虽然是很保湿 然后也油分含量比较高 但我觉得它的吸收就真的有点慢 而且它有一点点容易跟后面的东西搓泥 所以我也是早上把它用掉的 然后晚上的话我也不太用这个 而且我买完这一罐以后也没有再去回购 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 我也不推荐这种 这个呢 是来自于焦韵师他们家的那个 我定格给大家看吧 名字呢 我会打在下面 他们家应该是横润奇迹保湿面霜 这款我非常的喜欢 它在那个国内的价格大概是480还是多少 它保湿力度的话就是比较够 我觉得它比起Fresh的那个莲花面霜呢 这一款就吸收度会好很多 而且抹开基本上就能吸收 就是涂上以后脸会觉得非常的舒适 所以这一款我是买完这个以后 我以后如果说我单纯的只是想保湿的话 我涂保湿面霜我还会回购的一款 我也向大家推荐这一款 这一款应该是他们家适合干性皮肤的那一款 就相对来讲质地比较厚 他们家这个横润奇迹好像还有那个比较薄一点的 那个凝霜质地和那种折离质地的 但那个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适合混油之类的吧 那这个就是那种白色的就比较适合混干啊 或者是干皮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所以向大家推荐这个 这个呢是娇兰他们家地皇风姿系列的晚霜 这个呢我在我的年度爱用品里面也讲过 它里面呢是这种 也是这种白白的 我因为这个也用的差不多了 也是这种白白的 这种面霜的这种质地 然后抹开的话呢 它是有一层这种油膜会在你的脸上的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 你就会知道 就是你到冬天的晚上呢 你会特别想要把自己的脸就是涂成这种 就是有一点这种油油亮亮的这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的使用感呢算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的香味也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香味 地皇风姿系列他们家是 就算也算他们家口碑吧 大的那个修复的话 我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出来 但是基于它的保湿力度 和它的含油分的程度 我对我来讲我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涂完以后它的那个味道和脸上那种感觉 让你觉得很安心 所以你就会觉得 真的是人民币的味道了 然后这个我还蛮推荐干性皮肤去试 然后我不建议混干和混油来试 我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讲会太油了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到块 沙漠皮肤的那种 你不知道要用什么面霜 我觉得地皇风姿的这个晚霜很适合你 好 然后就是这个SK2的大红瓶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吧 这个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产品 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它是那种也是白色的那种 其实它上面写的应该算是一款乳液来的 但是呢 因为它做成这个样子嘛 大家基本上习惯性会把它当做面霜对吧 我这个好像是80毫升的 80克 是他们家最大的那一款 我用了好久这个才用掉 这个呢 它是那种就是香味的话 是那种比较 有一点点像奶香味吧 我觉得它可能有一点点偏那种奶香味 但不是那种 你想象就牛奶的味道不是的 它是那种一点点淡淡舒适的那种味道 然后抹上也是你的皮肤 在夏天的话抹上会显得有一点点的油光 其实是 但它不是很油 它没有刚刚那个娇蓝定黄风姿那么油 但是它在冬天呢 其实是有一点半哑光的 所以它使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我是很喜欢这一款 SK2他们家的东西 其实在我脸上作为明显的肉眼可见的 什么抗黄啊 什么修复啊 我都肉眼不太能看得出来 但基于使用感的话 我还是愿意为它的很好的使用感 和它的香味去买单 而且我觉得SK2他们家的东西 应该成分不会太差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 它是来自于Tatcha他们家的这一款面霜 这款面霜提到的人比较少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这种小的金勺子 然后放在它上面的这个包装里面 这样卡在里面 包装是很精致啦 但是因为我不太会去用这个勺子去挖 我直接就喜欢拿手去挖这个面霜 这个呢是我晚上用的一款面霜 大家看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种淡淡的粉色的 然后香味的话也是有一种淡淡的 那种薄荷的味道吧 但是它的质地我跟你们讲真的非常的特别 这个我觉得也是干性皮肤的人完全可以去尝试的 当时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都经了它的质地 它是一种就是像是冰淇淋 就是冰淇淋的那种质地 大家可以看 它抹开的话呢 抹开以后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厚重一点的膏体的那一种 然后抹开也是像冰淇淋一样很丝滑的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确实会有一点点像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但是呢它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一定的油分 也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一定的保湿度 具体的修复功效我没看出来 提亮功效我也没看出来 但是它用在脸上你也会觉得挺安心的 真的就是那种你的脸非常非常干的时候 你涂上这个然后你的脸马上就不做腰了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也是干性皮肤的话呢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好像不太便宜 这个也要差不多一千多块吧 我是在他们家美国官网买的 所以我看提到的人真的不多 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一款的 我有一个就是我表妹她也当时买了一个这个 但是她说她不是很喜欢 她觉得这个对她来讲太厚了 刚开始我用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厚 但她是厚不是不是不吸收也不是厚重 她只是她的质地很奇妙比较厚的那种质地 但是膜还有很丝滑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呢是我以前用过一个大的 然后现在手头只有这个小的这个包装的 这个亚诗兰黛的这个红十六系列的睡眠面膜 那一般来讲这个睡眠面膜我都是拿它来当晚霜的 这个作为一个就是千元以内的基础款的修复抗老抗氧化的一个产品 我还是挺喜欢的它确实在当时呢是改善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干燥的皮肤 就是真的能够保湿 然后它里面呢也是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有一点点淡淡的粉 肉粉色的这种质地 然后它就比较轻薄 然后抹在手上也是很好推开 我一般都是把它当作就是面霜来用 所以这个呢我也是很推荐 如果你预算可能没有刚刚我推荐的那些那么高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这个 因为这个在身边就比较好买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四款面霜呢我都还挺推荐的 如果你最近正在犹豫要买什么面霜 我觉得如果是夏天要来的地方的小伙伴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像焦韵石的这款和SK2的大红品 那如果是冬天呢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Tatcha和这个娇兰的帝皇风姿系列 好了这一次的面霜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们就下一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